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品男人看格局 格局是人与人之间的最大的差距 更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最大的差距 有一句愿意说 再大的饼也大不过烙过他的锅 类似的还有一句 天大的馒头也是蒸笼蒸的 一个男的成就他的人生是否能烙出满意的大饼 完全取决于烙饼的那口锅 一个男人的未来能争出多大的馒头和钟笼的大小有关 格局太小的男人世界里只有自己 只有眼前 维护不了一个家庭 更当不了孩子的榜样 不仅自己看不清未来 家庭的未来也不明朗 对男人来说 格局是什么 格局就是心胸 大志向 就是对未来的绸缪 做人有包容心 做事大气能够把握大方向 特别是在家庭生活中 男人的格局里包含着责任与担当 宋朝的苏氏在《刘侯论》中说 天下有大勇者 粗然临之而不惊 无故 家之而不怒 有格局的男人面对突发事件和无端指责 能够控制自己的惊恐和愤怒 这才是大志大勇的体现 拥有大气的格局 是男人最为重要的品质 大格局就是要有大志向 大目标 不会鼠目寸光 同时又不会斤斤计较 大度宽容 大气的男人胸怀宽广 不会刻意把有可能是伙伴的人变成对手 有格局的男人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 懂得从自己身上寻找问题的原因 不会推脱责任 大气的男人当劲则进 当退则退 稳重 沉静 坚忍不拔 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大气之人淡定从容 欲视沉稳中又积极果断 老恋力却又重视有加 胜不骄 败不耐力 上品女人看气质 夸甲一个女人时 我们会用到各种各样的形容词 而有气质是对一个女人最高级的评价 最综合的评价 善良大方 有自信 有活力 有修养 这是做气质女人的基本内涵 气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美 是一种不失粉黛儿的 妖娆和魅力 是一种气韵 气场 善良是气质的底色 善良是女人的天性 小说或者电视电影里 经常听到富人之人的话 这原本是史记里用来批评项羽的 却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女人的善良 女人们总是好心肠 对人对视 很容易表现出同情 悲悯 善良是女人的底色 没有这个底色就不会有真正的好气质 任何化妆都抵不上一颗善良的心 宽容大气是气质生长的土壤 其实不仅男人需要大气 女人更需要大气 现实中大气的女人非常难得 大气就是大方之气 不琐碎不唠叨 不斤斤计较 不抱怨不牢骚 不怨天牛人 大气的女人善解人意 一定是最贤惠最可爱的 在家庭里她懂得站在丈夫的角度思考问题 夫妻之间最好的关系就是 我懂你的不容易 精致是气质的细节 女人天生就爱重视细节 也因此更懂精致生活 精致的女人就像一件高档的珠宝 细腻璀璨 让人爱不释手 精致不一定就需要高档的衣服 手势或其他道具来塑造 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态度 汽一壶茉莉花茶的时候 放两颗玫瑰 加一勺蜂蜜是一种精致 品茶的时候 吃到用自己心爱的慈悲 或者透明的玻璃杯撞上 而不是用一次性杯子 是一种精致 精致的女人注重品质细腻 让男人觉得高尚 精致的女人美好珍贵 让男人感觉到来之不易 必须好好珍惜 精致的女人更懂得享受生活 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我是阿豪 每篇每天为你对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每天打开美丽新篇章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